上週五台股受到遊玩風暴的衝擊 一度失守9400點 還好尾盤是緩步爬升縮小的跌勢 那展望本週台股有哪些多空音素要留意 又有哪些類股可以追蹤呢 他其實說要避開食品股 但是可以留意蘋果概念股 國內金船黑心收水油事件 讓台股上週五盤中一度大跌63點 算最後金錢守住9400點關卡 不過也讓投資人擔心 中秋佳節過後 會不會是另一波股市震盪的開始 分析是說投資人安辣 這波遊安風暴算會衝擊個股 但食品股佔大盤的比重效 影響大盤力道有限 台股的區間會在9200到9500這個區間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剛中秋節過後 其實他第一個要先反應這段期間 台北股市修飾國際股市的一個表現 這樣的一個空窗期 在中秋節過後應該是有機會 在資金回流的效應之下 開始回升的一個走勢 展望台股多空因素 投資人出要避開食品股 也要注意美國核實升息 恐怕將左右全球市場走勢 加上台股成交量萎靡不振 都是利空因素 在利多方面 歐洲央行意外降息 會被帶動國際二千湧入雅股 另外近來一路走高的路股 會被帶動中概股表現 以及蘋果將推出iPhone6 都值得投資人留意 經濟日把小寶ocken拍備不到 好